一分钟叮铃铃,闹钟响了,圆圆打了个哈欠,翻了个身心想再睡一分钟吧,就睡一分钟,不会迟到的,过了一分钟,圆圆起来了,他很快,他很快的,洗了脸,吃了早,吃了早点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,到了十字路口,他看见前面是绿灯, 刚想走过去,红灯亮了,他叹了口气说,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,他等了一会儿才过十字路口,他像停在车站的公共汽车跑去眼看就要到了,车子开了,他又叹了口气说,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,他等啊等,一直不见公共汽车的影子, 圆圆决定走到学校去,到了学校已经上课了,红红,圆圆红着脸低着头,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,李老师看了看守表说,圆圆你今天你迟到了二十,今天你迟到了二十分钟,圆圆非常后悔。 感谢观看